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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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人汽雨》 《日市催民》 《汽车》今天跟大家讲一句 《汽班流传》出来的 《血后雨》 《二叔婆扔心口》 《二叔婆扔心口》 刚才的频道都问我 《为何是二叔婆扔心口》 我现在来告诉你 《二叔婆》 我们以前 还真是叫街坊 年纪大 那些长者 那些女的长者 统称二叔婆 隔离二叔婆 隔离二叔婆 没有人是二叔公的 二叔婆 看到这些统称 统称来的 那当然上了年纪 有些社会阅历 有些社会经验的长者 即是老人家 那《二叔婆》 扔心口 为何要扔心口呢 她的情绪激动 有什么激烈她 或者后辈 你知道以前很轻 有什么不信 就是骂子 骂子 骂子 哎呀 生错了 生件叉烧比你了 哎呀 我不愿意做人了 我要死了 扔心口 即是说很激动 很不抵 那血牛乳是什么呢 二叔婆 有生活经验 那扔下去 不会乱扔的嘛 是吧 是个女的嘛 你不会这样扔的嘛 是吧 扔在中间 是吧 扔心口 这里写心口 油分 她不会乱扔的 扔得多 你不要那么大力 扔得多 自己会伤的嘛 是吧 还有不会一直扔下去的嘛 扔几下 做个样子就算了吧 所以二叔婆扔心口 有分有数 你让我扔伤自己的 哎呀 我不愿意做人了 我死了 他就叫他而已 所以 这些血牛乳就是 有分有数 以后一传出来是什么 凡人做事 喂 你这样行不行的 你放心啦 二叔婆扔心口 有分有数 所以二叔婆扔心口 我不会扔伤自己的 又计计的 扔记得下 是吧 又不会扔错尼汪的嘛 所以二叔婆扔心口 有分有数 表示个人 心中 有了计划 有了步骤 去做事 喏 这些人 与剧传统 戏与戏仁 各位 再见 但是 似乎 请不吝点赞 famille 你 跟